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6号,星期四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 今天在讲话中抨击了美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 说他们跟中国公司合作的时候 似乎有点过于讨好中国的一些无理的要求 那么就是说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一种妥协、绥静的态度 他讲的这些公司包括美国的一些大的公司 你像谷歌、雅虎、这样的一些大的公司 包括有些公司现在也提出来他们愿意做一些整改 像Facebook、Twitter,他们愿意提交一些数据 希望做一些改进 那么对这些大的公司 这个巴尔是希望他们以后在很多方面能够 就像在中国的 就是说无论在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他们应该跟在美国的时候一样 也就是说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态度 另外好莱坞也是被他批评了 认为好莱坞也是有点过于的讨好中国 所以这些说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边 大家都知道 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在公开的场合来提及 那么现在美国方面就是 川普行政当局在很多方面 从各个层面对一些公司的做法提出了一些警示 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报道说 以后要限制来自中国的党员干部及其亲属 那么就是说从签证啊 从各个方面来对他们进行限制 所以引起了网络上一片非常强烈的反响 有些人批评说这个做法太过了 因为这个九千万党员 如果对党员和干部都进行这样的限制 包括他们的亲属都限制的话 那就相当于抵制一个国家了 你想想一个家庭如果有四五个人 甚至八九个十几个人 那你这九千万人 那么就差不多至少是一亿多人吧 就是十亿 差不多是将近十亿人 那就就是说这种抵制 就等于是对一个国家的抵制 所以呢确实难以做到 还不如就对 比如说对中共的中央委员 候补委员或者讲政治局委员 这些人进行抵制的话 那你可能对这些人制裁 这个范围相对小一点 但是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被进行制裁呢 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技术和操作层面的问题 当然也有人现在说 中国现在也放出风来 说要把所有的持有外国永久居留资格 我们俗称为绿卡 拥有这样的一些资格的人呢 以后把他们的户口注销 这样的话就让他们选边站了 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绿卡 他只是有个永久居留资格 但是他没有国籍 他持的护照还是中国的护照 如果中国方面把他的那个户口 户籍给注销了 那就等于是不承认他是中国人了 要逼着他成为他所住的那个国家的人 有些人他并没有想真正的移民 他可能想最终在国外生活过多少年 积累财富 积累知识或者求学 打下了事业基础以后 他可能还想回到自己的母国去生活 所以对这样一批人来讲的话 他们就很为难 我看网上有些人讲起这个事情呢 是非常的伤心 有点深泪俱下的意思 好像就是说我们这么爱祖国 我们其实有机会加入外国籍 我们不想加入 但是你现在非得逼着我们要加入外国籍 要把我们的中国的户籍给注销掉 这个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呢现在我想这个中国方面这么说一说 是不是能做到也是一个问题 双方都在说狠话 我觉得这可能都做不到 就是无论是说把中国来自中国的所有的 党员干部极其亲属都进行制裁 或者是说 让所有在海外的持有外国永久居留资格的人 把他们的 sorry 把他们的户籍都取消 我觉得这个似乎都做不到 都是双方在说狠话 就有点 好像类似于像小孩闹意见 就是说我要把你家怎么样怎么样 说的太狠 其实两个国家就算是不友好 甚至要脱钩 也没必要搞得这么大阵仗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所以我希望呢 这个不至于 双方都不要走到这一步 走到这一步就有点非理性了 有点过度 但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司法部长 威廉巴尔对这个好莱坞 还有一些硅谷的大的这个公司的警告 这个呢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这些大公司确实是没有底线 我们知道Facebook是不论他怎么讨好习近平 讨好过去的那个意识形态的大中管 卢尾 这个等于是有点卑躬屈膝了 但是Facebook仍然没有被允许进入中国 所以呢 一方面是中国的社交媒体可以在美国广泛的使用 无论是微信啊还是抖音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在美国正常的使用 但是呢在中国 却不允许任何美国的这些社交媒体被使用 哎呀我这一下子调不到这个原来的光线了 所以这个很糟糕 那就这样子黑着说吧 大家别看我脸啊 这个确实是对不住啊 就是说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手机它好像一旦弄黑了以后 我现在就没办法再把它 除非我要重新启动 重新启动的话这一段视频就废掉了 所以我不愿意废掉这段视频 那就这样子黑着说吧 你们就当是在天黑的情况下跟我面对面的听我讲话 然后说像这样的一些做法 这个双方呢都是越来越这个怎么讲态度鲜明 这个发出了一些过去不常见的一些声音 所以美国方面我觉得这现在是要动真格的 包括现在在南海军事方面的这种紧张状态 然后美国出售大量的先进武器给这些美国的盟友 包括这个日本 日本要买这个已经买了这个几十架 上百架这个先进的战斗机包括F-35 那么台湾现在也希望能够买最先进的F-35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包括爱国者导弹 就拦截导弹 还有一些其他的先进的雷达呀 军舰啊这些 那么很多的美国的盟友现在都希望有更多的武器 先进的手段来遏制中国 所以中国现在呢基本上是四面楚歌 四面受敌 有人讲这个总加速师 也就是习近平啊 是这个中共这个专制统治的一个最好的掘墓人 所以呢有人讲要把习近平换掉 那是补天派 中共的一些同情者 而且那些人是寄希望于改良拯救中共的人 尤其是中央党校蔡霞这样的人 他们忧心如焚希望能够换上一个比较好的人 能够挽救中共的这个叫叫什么 党国吧 要挽救党国 但是我们看来是党国是无法挽救的 我们希望他死得越快越好 所以我们坚决支持习近平继续的领导中国 继续的独揽大权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好的 我本来是想多讲 但是这个弓箭这么暗 这个画面这么难看 黑的 所以对不起大家 我只能讲到这了 好谢谢各位